看历史就看兴衰五千年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兴衰五千年 在我过唐朝的时候 有一位敢于戒严的大臣魏征 他在生前被唐太宗视为明镜 来验证自己做事是否有过错 在他去世之后 唐太宗还亲自为他提写墓碑 但为何后来又亲手将他的墓碑推倒呢 在李世民登上皇位之后 将魏征任命为丞相 刚刚登上皇位的李世民 立志要建立一个新生的国家 因此多次在床上召见魏征 询问自己做事的得失 魏征向皇帝建言了两百多件事 全都被李世民接纳 在皇后去世之后 李世民对他非常想念 在皇后葬入昭陵之后 为了缓解私期之苦 李世民便下令在宫中 筑妻曾灌 每日观望林墓 还让百官一同登高远望 以此他让魏征在身旁陪伴 并手指前方 问魏征能否看清 魏征假装没看见 李世民顿时非常着急 说那是昭陵 你怎么看不见呢 魏征听完之后 回答说 以为他看的是县陵 没想到是昭陵 唐代宗听完之后 立刻明白 他是在警醒自己 不能因为思念妻子 就忘记父亲 于是便下令将曾冠拆除 在六四三年的时候 魏征因病去世 李世民非常伤心 下令五天博上朝 之后他下令后葬魏征 却遭到了魏征妻子的拒绝 魏征妻子用小车 将魏征的灵鹫送出城 李世民召集百官 一同相送 并亲自为他提写碑文 那么为何李世民 又亲手将其墓碑推掉呢 在魏征去世之后 有两位大臣 因为谋反被罢官处死 这两位大臣 偏偏又是魏征生前 推进给皇帝 并说他们有当宰相的才能 因此李世民怀疑魏征和他们是一伙的 不但将公主和魏征儿子的婚约废除 同时还将其墓碑推倒以泄分 六四五年 李世民亲征高勾立 虽然大声 但是并没有将其覆灭 他又不禁感叹 假如魏征在 便可以获胜 因此又下令将其墓碑重新修建 好了 本期的行衰五千年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也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